因为我答应了一场演讲 因为时间很忙 我就没有时间去研究 我去的那个城市 到底在那个国家哪里 我都搞不清楚 我去一个叫法兰克福的地方 我真的是第一次 在南边 后来我才知道在南边 那我一上飞机前 一直在忙别的事情 忙到要准备演讲搞 准备纪录片 全部OK以后 上飞机的时候 法兰克福在哪里 飞机会带我到就是了 到了时候什么都没看到 看到一个旅馆 跟一个火车站 就住进去了 开始我旅行 然后等我演讲完毕的时候 我就告诉自己说 我地图也不要看 什么都不要看 走到街上去 看到什么就算什么这样 我终于玩了一次 从落到也没有 拿到任何资料 也没有买一本这个 旅游手车的一次旅行 然后自己带一张牌子 走到哪里做记录 走到哪里做记录 把东西拿别搞清楚 然后到火车站去看 研究一下 几小时可以到另外一个城市 火车来了赶快跳下去 做错位置也没关系 被人家赶一赶再换个位置 这样子玩 玩回来到 玩了差不多七八天 要回台湾的时候 我才伸手去买了一本 本来应该在去出发前买的书 比如说 法兰克福导游 或者海德堡导游 就是说我要回台湾 的时候想想有点可惜 我在这边玩那么久 都没有买一本这边的导览 所以等于是 离开前才买了一本 刚到时候应该买的书 回到台湾来 我好像带包包里面 我包包都还来不及整理 还帮到包包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